欢迎来到澳房测,我是Alex老师 澳洲人实在是太爱使用信托了 根据澳洲税务局ATO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 截止2022年,澳洲信托数量一共是95万个 已经接近公司数量了 如果加上信托的特殊分类,养老金 那其实数量已经超过公司 澳洲信托的种类包括了固定信托 单位信托,混合信托,工艺信托,代持信托,遗嘱信托 房地产投资信托,自管养老金 没错,自管养老金也是一种信托 在这么多种类的信托里面 澳洲人最喜欢的就是Discretionary Trust 全权信托,也叫做Family Trust 这就是我们今天影片的重点了 澳洲人最爱使用家庭信托的五大理由 家庭信托适不适合用来持有房产呢 澳房测频道每周分享澳洲房产投资知识案例 政策和市场斗向 祝您房产投资决胜澳洲 欢迎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这样就能接收到影片上新通知了 在我们深入讲解之前呢 要做一点点功课啊 先了解一下信托 那么什么是信托呢 澳洲一共有四种生意实体类型 包括了SoulTrader个体户 Partnership合伙企业 Company公司和Trust信托 这四种类型的实体都可以做生意运营 所以Trust其实跟公司有些相似的地方啊 但是运营的规则会计准则 审核和监管方面的规则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Trust实际上是看管Trust里边资产的人 和享受Trust收益的人之间的信用托管关系 信托的发起人Settler也叫做设立人 他会把这种信用托管关系和规则确定下来 用一本合同Trust deed信托契约来规范 那这个信托契约呢 有点像是在澳洲设立公司时候起草的公司章程 而设立人就相当于公司的创始人Founder 在信托契约的框架之下呢 Trust信托就产生了 在现实之中呢 设立人一般是会计师或者是律师 会计师可以在税务方面优化信托结构 律师呢可以在资产保护方面来优化结构 所以要看你建立信托的目的来决定谁帮你建立信托 在我们帮助Vision会员建立信托的时候呢 这两方面都需要考虑到 信托其实就跟一个公司一样啊 公司成立了只是个空壳 没人管理没有资产那也是不行的 所以必须呢有委托人appointor 相当于公司的董事长来任命一位CEO 去管理公司的资产和运行 那这位CEO呢就是受托人Trustee 可以决定Trust如何运行如何投资 产生的利润如何分配 但是Trust里边的资产并不是CEO的 而是属于信托 信托里边的资产呢可以是股票 现金房产等等啊 信托运营产生的收益 要分给受益人beneficiary 受益人呢可以是大人 可以是孩子 甚至是一个公司都可以 而受托人Trustee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公司 全权控制哪个受益人分到多少钱 那么这样呢整个Trustee的关系就建立好了 受托人管理信托 做蛋糕分蛋糕 受益人呢只管吃蛋糕 根据建立信托的目的不同啊 那这四个职位可以由四个不同的人来担任 也可以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四个位置都可以是你自己 但是比较典型的人士安排呢是会计师作为设立人 委托人呢找一个听自己话的人 比如说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至交好友 受托人是个公司那你自己担任董事 而受益人呢是自己家人 根据ATO的资料啊 澳洲的信托之中80%是家庭信托 可见家庭信托有多么受欢迎了 那么到底为什么家庭信托受到澳洲人的追捧呢 有五大原因 原因一隐私 如果你不想让别人知道资产到底归谁所有的话 使用信托就可以做到 受托人可以控制信托的运营和利润分配 但是并不拥有信托里面的资产 因为信托资产的法定所有人 legal owner是信托本身 比如说你想购买一套房产 但是不想在地契上面出现自己的名字 使用信托来购买的话就可以做到 比如说你叫张三 是信托的受托人 那么买房的时候 在购买一栏会写张三 as trustee for abc trust 如果你不想张三这两个字 出现在地契上面的话呢 可以自己做委托人 找个别人做受托人 地契上出现张四 as trustee for abc trust 或者干脆成立一个公司 作为受托人 那么地契上就出现了xyz ptyltd as trustee for abc trust 然后公司董事职位上面 放上好几个人 包括你自己 那么就很难确定到底谁是控制信托的那个人了 那这个时候呢外人看来真的看不出来到底是谁对信托里面的资产拥有最终的控制权 所以低调富人呢都喜欢用复杂的信托结构隐藏自己的身份 眼人耳目啊 这就对第二点资产保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原因二资产保护 你花钱给儿子买了一套房子 一辆汽车一堆股票 还给了一堆现金 然后呢你儿子爱上了一个拜金女 两个人关系破裂之后啊 你儿子名下的财产是一定会被分走的 因为人家的计划就是来分你儿子的财产嘛 当然对女儿和拜金男的情况也是用啊 如果你建立一个家庭信托把儿子作为受托人公司的董事和受益人 那么信托里面资产被分走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因为儿子不是资产的所有者 但是能够控制资产并且享受资产产生的收益 这就相当于呢给资产建立了一道坚固的防火墙 别人想要进来把钱偷走难上加难 除了拜金男女这种情况呢还能防范不孝子女 比如说刚把房子买在子女名下就被赶出去的情况 公司破产个人破产独职债主追债离婚 那这些情况之下按照信托设立的结构时间点和操作模式 能提供不同程度对资产的保护 尤其是对于高危行业像是律师医生上市公司高管生意主更加适用 原因三合规要求更低 运营一家公司啊需要每年跟ASIC做年审 就像你每年要续车牌一样 还要每年呢提供年报 如果公司达到一定规模需要做第三方的独立审计 合规要求比较多比较繁杂 而家庭信托完全没有这些要求 不用年审不用提交年报 不论家庭信托资产量大小都不用做独立审计 所以运营起来呢轻松简单 原因四灵活性 在所有的信托结构之中啊 家庭信托是最灵活的一种 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他都能够做到 比如说你作为委托人啊 也就是公司董事会的主席 如果不喜欢信托运营的情况的话 可以随时换掉受托人 相当于公司的CEO 比如从大儿子换成二儿子 这个就有点像是立太子一样了 同样受益人是随时可以增加 减少或者是变更的 他们分配到的收入也可以每年改变 那举个例子啊 你人到股息之年很有钱 希望家庭里边第二代第三代能够得到照顾 那么可以规定 如果后人有残疾或者是患重病的话 可以自动成为受益人 有家庭信托提供生活来源 或者你非常希望后人有出息啊 不要走上歪路 可以在信托契约trust deed里面写 如果第二代第三代能够自己创业 并且公司营收超过一百万 就可以自动变成信托的受益人 又或者孩子必须在30岁之前结婚 并且有了下一代才能成为信托受益人 没错 这些都是可以用家庭信托做到的 第五点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家庭信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税务规划工具 首先信托的收益是可以分给收入最低的受益人 从而降低家庭综合税率 比如说老公和老婆是受益人 老公在外边工作 一年赚了20万 老婆在家带孩子没有收入 信托今年盈利了18000 那就可以选择把收入全都分给老婆 而不缴一分钱所得税 因为老婆的收入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下 这样你把收入全都分给老公 能省下8100澳币 因为老公的边际税率是45% 这种策略在家庭信托之中很常用 受益人越多 使用的效果就越大 综合税率就会越低 因为可以使用更多人的低阶税率来计税 其次 如果老公老婆当年的收入都是20万 都是最高阶税率 那怎么办呢 可以在收益人之中加入一个新成立的公司 把信托收益分配给公司 使用公司的统一税率25%计税 那再进一步的话呢 还可以把公司税后收入分配给公司股东 同时使用franking credit来降低综合税率 第三信托持有的资产呢 跟个人一样 可以享受50%的资本增值税减免 还可以把现金流收入和资本增值收入分开 分配给不同的受益人 那么如果其中一个人前几年有资本亏损 就可以用资本增值来冲底 降低资本增值税 信托在税务规划上的灵活性非常高 那这就是澳洲人为什么喜欢使用家庭信托的五大原因 第一可以保护资产所有人的隐私 第二建立防火墙保护资产不受损失 第三没有繁杂的合规要求 第四可以随时调整受托人和受益人 灵活性强 第五税务规划的利器 那么家庭信托在澳洲房产投资方面 会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 澳房策专注一站式澳洲房产投资托管服务 Vision会员 当好您的军师和投资管家 请在官网下载服务手册 如果您需要澳洲房产投资初步意见 请到官网使用基础咨询 同时欢迎加入澳房策基础会员 领取五大礼包和房产投资速通课 想深入了解澳洲房产投资 欢迎参加80分钟直播公开课 Masterclass 学习最有效的澳洲房产投资理念 买到好房实现财富目标 所有报名链接都在影片描述栏 如果不是在油管看到影片 请您私信我们获得报名链接 用家庭信托持有投资房 是很多已经在个人名下买过投资房的人 都会考虑的事情 但是到底用信托买房好不好 我帮大家总结了三个优势和三个劣势 优势方面 第一用家庭信托购买房产 可以做到资产保护 避免被追债 比如说你作为受托人 或者是公司受托人的董事 被告了 而且被要求经济赔偿 大概率没法追溯到你本人 那即使追溯到了 也不会牵连到信托里面的资产 就因为这个原因 澳洲的开发商和建筑商 特别不愿意把房子卖给家庭信托 因为如果房子建好之后 买家毁约不买了 开发商和建筑商很难追溯 拿回损失的 在二手房的环境里面 用家庭信托购买房产 因为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所以卖家一般不会反对 第二家庭信托可以通过税务结构 降低房产投资收益的纳税额度 同时可以使用资本增值税的50%减免 第三可以通过结构上的操作 增加贷款额度 对于贷不出款的投资者有很大帮助 缺点方面 第一使用家庭信托不是免费的 设立家庭信托需要一笔费用 维护家庭信托每年还需要一笔费用 第二家庭信托没有办法使用复扣税 房产档期亏损 没有办法冲底收入 第三对于只有工资收入的夫妻双方 收入结构和家庭人员比较简单 到底适不适合使用家庭信托 还需要咨询专业人士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家庭信托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最关键的是你想要达到什么目标 下一个问题才是 适不适合使用家庭信托去达到目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你需要有五个方面的考量 第一投资标的和投资策略 第二税务规划 第三法务 第四贷款 第五财富规划 澳房测V申会员可以帮您一站式解决这五方面的问题 欢迎您咨询会员详情 另外我已经完成了澳房测大师课3.0版本80%的内容 里边专门有一章讲解 在澳洲房产投资的什么阶段 家庭是什么结构 收入是多少 贷款是多少的情况下 需要使用什么实体来购买什么房产 课程马上上线 敬请期待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请您帮我点赞订阅转发给您的好朋友 澳房测祝您房产投资决胜澳洲 我是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